大家好天氣正在轉變當中 明顯的東北風今天是2月份最冷的一天 12到13度的低溫 另外一個是中國南方的雲系正在冬移當中 所以下午北部已經飄雨 晚上這個雨是會更加明顯一直持續到禮拜天 那台灣這邊有一點影響 不過很重要的是這個中度颱風蝴蝶 雖然看起來很大很漂亮 但是看它的外圍這邊就遇到冷空氣了 所以預期它大概長不大起來 對我們台灣或是日本陸地都沒有什麼直接的影響 我們台灣這兩天就是受到這邊南方水氣的影響 所以持續都會有鎮雨 請大家留意了 各地從禮拜六晚上到禮拜天 一定要注意有明顯的一個雨勢 預計下到禮拜一 禮拜二三四開始就明顯回溫 但是開始有些春天的特性出來了 可能再隔一個禮拜 就會天氣比較不穩定了 春雨可能會比較多 請大家留意一下 但是後面的變動空間還蠻大的 我們後續再留意就可以了 台灣的天氣這兩天要注意整個雲氣移入之後 明顯的變化 而且濕冷的感覺還蠻明顯的 接下來到了禮拜一禮拜二開始東北風 慢慢轉為偏東風 然後開始南風開始出來了 其實未來這一個禮拜就是南北風 在台灣的上空明顯的對峙交錯 請大家留意它的變化 真的春天的特性很明顯 而且溫差會變得比較大 禮拜天一定要注意降雨 整個雨勢預估 可能到雲家南都有一些明顯的雨勢 越往北部雨勢會越多 請大家一定要禮拜天的時候 盡量待在家裡 因為外面可能都在下雨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就慢慢的緩和當中 溫度一定要特別注意 這兩天可以說是二月份最冷的一天 13到14度 其實還沒有到達寒流 但是空旺地區可能拉到12度 預期未來到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就明顯慢慢的回溫當中 下一波可能是落在3月上旬的時間 然後接下來南部就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但是跟前一陣子29、30度來說的話 25、6度也是有一些明顯變化 請大家留意 另外我們今天各地的 可能是雲、加南、以北都容易有雨 請大家注意 禮拜天也是一樣 清晨的低溫 各地都要稍微小心一下 我們給大家一點建議 入夜開始 水氣就開始逐漸的移入了 週日明顯有雨 到禮拜一 禮拜二開始就逐漸的轉型回溫 春天的特性非常明顯 請大家留意 最近的溫差有點大 一定要注意自我的身體狀況 我們也拜託大家 如果你喜歡看我們的氣象 也拜託大家能夠支持我們 點按讚 多看幾秒鐘 然後分享出去讓更多朋友 來了解有這麼好的氣象的服務 您的支持就是我們持續進步 往下走的新的動力 感恩大家 新年快樂